好 曾经是台北的小吃代表的圆环呢 今年是重新开幕转型成流水席餐厅 不过呢 这个生意似乎都没有好转 为了吸引人气呢 业者请来了泰国的人妖秀助阵 果然奏效 业绩成长了一倍 火辣辣的美女登场 观众的眼里当然是只有你 以前要吃道地的小吃一定要来建成圆环 现在要看正宗的人妖秀 你也可以来圆环 原本道地的台客滋味多了些泰国味 说白了还是为了来客数 对引进人要求是希望说能招揽一些费 Nobody跳的起进闪亮亮的小短裙晃得厉害 在业者业力都成了白花花的钞票 上个月引进碰上了尾牙望尽 业绩立刻暴增了一倍 要吸引人气 人要在台上跳 还要给顾客special的 比基尼猫如辣妹突然间变成了109公斤的恐龙妹 观众很乐 业者更乐 每天两场周五一点晚上七点 顾客转时报道 150个人的座位以前怕没人坐 现在怕你来了也没位置给你坐 只是也有声音认为台北人的共同记忆 现在变成泰国人的表演创意 会不会太可惜 记者无信江筑翔台北报道